阿弥陀佛 大家好阿弥陀佛 下面我们继续 佛说《转语神经》第九讲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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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遇》 《南无上甚深微妙法》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佛有四法 一者善权射慧 二者善射善权 三者大悲射一切事 四者精进射一法 还有四法能够令菩提增长 第一善权射慧 善是善良的善 权是权力的权 权巧的权 射是收射身心的射 慧是智慧的慧 善权是一个词 射是一个词 慧是一个词 善权呢 就是善巧方便 慧就是智慧 只有具足种种的善巧方便 才能够很好的修持智慧之法 才能够证得真正的智慧 没有这些善巧方便 没有一些很具体的方法 要想开发本有的智慧 证得本有的智慧 和本有的智慧相应 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上北京 你要有地图 或者你要有向导 你对过去的道路乃至现在新修的道路 到哪里往哪边转到哪个路口下等等 你都要了解 你要是不了解的话 你就会走弯路 你不能够按时到达北京 里边有很多具体的小的问题 这些很具体的小的问题就叫善权 第二呢 会设善权 善权呢 也要智慧来设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你要有起码的智慧 来指导你去运用那些善巧方便的方法 如果没有智慧 那么其中有一些所谓的善巧方便 可能就完全不相应 它可能不是正确的善巧方便 所以这就涉及到 要用智慧来选择正确的方法 所以这两方面是互相包摄的 第三大悲摄一切施 我们不施他人 不论施 才施 无畏施 还是法施 都要有一个基础 那就是大悲 为什么大悲呢 因为要拔众生之苦 不忍众生受苦 所以要去布施 我们看到动物要被宰杀 只要我们有能力 我们就把它买下来 然后去放生 在这方面 我不止一次啊 受到了海涛法师的感动 我过去啊 别人如果供养牛奶 我多少喝一点 上次到台湾 海涛法师救护啊 这个奶牛 因为年老体弱的奶牛 它产了一辈子的奶 当它产奶量下降 下降到这个商人认为它 消耗大于贡献 这时候就把它送到屠宰场 就杀掉了 这件事情听了以后 真的是让人落泪 奶牛吃进去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一辈子就这样 为社会做贡献 到最后落了一个被人宰杀 宰杀了以后呢 抽筋剥皮 可想而知了 所以海涛法师大悲 发动信众 把这些牛买下来 然后呢 建立一个原地 养起来 让他们一养天年 终老 当然 当然 还要给他们诵经 念佛 回向 做三规一等等 真的是啊 把这些奶牛当做是妈妈一样 因为这些奶牛 真的是喂养了多少小孩子 喂养了多少老人和病人 所以从那个以后 我就下进决心以后 不再喝牛奶 除了极特殊的情况 所谓极特殊的情况 就是有人不知道 那么他给我吃蛋糕 蛋糕里面可能就放了牛奶 这种情况也 我也就不拒绝 不搞得那么严格 给别人造成麻烦 另外海涛法师还发动了信众去救鸡 一种呢 就是蛋鸡 鸡的产弹量下降以后 鸡场的人也是把这些鸡都淘汰了 淘汰了以后啊 当然就全部宰杀 不会扔掉的 因为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 把这些鸡经过处理以后 全部做成了其他动物的饲料 好比狗饲料猫饲料等等 这个鸡为了能够提高它的产弹量 那么就给它光照啊 或者采取 饲料里面有急速添加剂等等 让它多产弹 所以这些鸡啊 寿命都比较短 很快的产弹量就下降了不行了 然后呢就被宰杀了 又做成了饲料 作为商人 谋取利益 我们能够知道它 可是作为一个修行人 就不能够忍心 这些众生受这样的待遇 所以海涛法师发动信众的 把这些淘汰下来的鸡买回来 放到一个园区养起来 让他们自然死亡 这真是大慈大悲啊 还有很多 比如说买那个肉牛 有些小牛啊 培养起来就是为了让它 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它窄掉了 吃肉的牛 海涛法师发动大家把它买下来 送给比较偏远贫穷的山区 给那些农民呢做耕牛 你可以用 但是你不可以杀 到最后你认为这头牛 它干不动活了 你再交回来 我们再把它养老 还有其他种种方面 现在呢 越做规模越大 充分的体验了 体现了海涛法师在往昔 就有很深厚的善根 在这个方面修行啊 修行很熟练 做得很好 这就是大悲舍一切事 当然 这属于 是 财师和无畏师 其中最重要的是无畏师 当然也包括法师 因为在这其中 要诵经 要持咒 要念佛 要给他们回向 做三规矣等等 因此 这个诗不是单纯的一方面 而是一切诗 第四 精进设一切道品之法 因为精进贯穿与修行的全部过程 在哪一个过程里面 如果没有精进 而是放逆 懈怠 散乱 就都不可能有所成就 本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修行 是精进的最好的榜样 从往显 从往显 一直到 视线人间成佛 全部都是精进的 作为佛地子 也要效法佛陀 最好的榜样 要努力去修行 不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去鼓励自己懈怠 放逸 有一点点时间呢 就去吹凉风 就去喝小茶 不是不能喝 喝茶的时候不是正念 可以 但是大部分人 喝茶的时候就聊天 闲散 把时间都浪费了 我们再往下看 善女 菩萨成就如是四法 能设菩提 意令增长 二十 世尊说此四法能设菩提 意令增长之 始会中有三万二千诸天际人 解法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训 前面 讲到不识菩提之心 以十种衣服应落而自庄严 说完了以后 会中有一万二千天和人 发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训 当佛说完上述种种四法以后 那么会中 又有 这么多的天人 和人间的人 发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训 发心 发心 是修行的开始 一发心 集成正觉 只要发起了菩提心 那么就离成佛不远 这个话怎么讲 从出发心到成佛 三大阿僧七菩的事件 如果按照我们人的寿命 那是差不多无法计算的长 但是按照无始无终 众生的轮回啊 从无量节以前开始到现在 没有开始 一直到现在 这是无量阿僧七菩 现在呢 只剩下三个阿僧七菩 所以时间很短 在这个意义上说 一发心就成等正觉 所以发心的可贵和重要就在于此 因此很多法都是教我们如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发起来的这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它可以增长 而且通过修行一定要让它增长 增长到最后 全部和我们本具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响应就成佛了 我们再往下看 尔时尊者摄利弗问此女言 辱父母为辱作字明月何等 十女报言 尊者摄利弗 一切诸法本无名字 随随分别而立名字 非是真实 无定主顾 有尊者摄利弗 菩萨摩赫萨随其所行而立名字 若得静心 明静心者 若待身心 明身心者 若行方便 明静方便者 若行布施 明善能施者 若朽施罗 明静戒者 若助忍辱 明有忍力者 若勤精进 明着清静楷者 若助诸禅 明常三昧者 戴德智慧 明大智者 若助慈悲喜舍 明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者 若助阿兰若处 明贤惧无事者 若不舍投驼 明行清静功德者 若勒极善法 明喜求法者 略而言之 随其以和善根 发去大圣 而得名字 讲到这里的时候 舍利弗 问这位女众菩萨 你父母 为你起了一个什么名字 因为一直都是说 此女 到现在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 这时候啊 这位菩萨回答说 尊者舍利弗啊 一切法本来就没有名字的 随着众生的分别 方便而立了一些名字 没有真实性 也没有一定啊 就像我们生下来以后 先有一个奶名 长大了以后 要再稍微长大一点 要注册户口了 那当然就有一个户籍的名 那没有办法 一定要有一个名 有些人家呢 没有正式名 那么就前面加一个姓 还叫奶名 所以长大以后 那个名字呢 就总是显得小小的 到以后上学的时候 让老师帮助 起一个学名 因为那个奶名是太不太 不好听了 太不大方了 再起一个名字 起一个学名 这个呢 可以到户籍那里呢 改一下名字 这个可以的 这就比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了 那大家想呢 一人是不是就只有这些名字呢 那不一定啊 如果有的人学佛 归一了以后 归一了以后 就有一个法名 那如果居士以后出家 替度了以后 可能就又有一个替度的法名 等等 所以人也是由于不同的姻缘 会有不同的名字 每一个名字都说的这一个人 不是说其他的 所以都是假的 没有真实 下面菩萨又说尊者摄利夫 菩萨摩赫萨都是随所行而立各种不同的名字 下面举了很多的例子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讲 再往下看经文 尔时世尊告摄利夫言 当此女卓衣服应若之时 放大光明普照大众 是故此女明无构光 当义持之 根据摄利夫的智慧呢 她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菩萨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 释迦摩尼佛就直接告诉摄利夫说 我们穿上衣服戴上阴落以后 他放大光明普照大众 可以知道 这位菩萨 这位菩萨 名字是无构光 你 应该 亦持这个名字 因为无构光是表法 无构就是清静 没有任何杂染 尔时尊者摄利夫 復问无构光女言 如从静住世界无构称王佛所 受此女身来此间也 无构光女答言 尊者摄利夫 比佛世界无有女人 摄利夫言 如今何故以此女行来生此间 女记答言 我今不以男行女行 亦不以色受想行时来生此间 所以者和尊者摄利夫 予以云和 如来所作化人 从一佛国至一佛国 未有男女因戒诸入差别相否 摄利夫言 否也所以者和如来所化无有差别 女言尊者摄利夫 如如来所化无有差别 一切诸法皆兮如画 若知诸法西同画像 从一佛国至一佛国 不见差别 摄利夫言 如于诸法见无差别 云何能成就众生 女答言尊者摄利夫 若于诸法见差别者 是则不能成就众生 若于诸法不见差别 是则必能成就众生 摄利夫问女言 如今未已成就 己所众生 女答言 如尊者摄利夫所断烦恼 摄利夫言 我所断烦恼性无所有 女言 众生之性义无所有 摄利夫言 无性众生何所成就 女言 烦恼无性复何所断 摄利夫言 无分别故是名为断 女言 如尊者摄利夫所言 若不分别比我 是以名为成就众生 这时候啊 尊者摄利夫就再一次 问 无垢光女说 你从静住世界 无垢成王如来那里 受这样的女生来到这个世界 无垢光女回答说 尊者摄利夫 尊者摄利夫 既不是以男性也不是以女性 根本也没有以色受想行实 这五蕴来生此间 为什么呢 尊者摄利夫啊 如来 变化的化人 从一个佛国到另外一个佛国 有 男女的区别吗 有男女的五音 十八戒 十二入 这些差别吗 摄利夫说 没有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来 所化 没有差别 那些是化身呢 表面有差别 本质上都是如来 它怎么会有差别 没有差别 就像我们平时老说 不管用金子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戒指耳环项链等等 都是金子 本质上都是金子 没有任何差别 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无量千百亿诸佛化身 都是佛 没有区别 无垢光女 继续说 尊者摄利夫啊 就像如来所化没有任何差别 一切诸法 都如同幻化 如果能够真正的知晓 诸法都同幻化之相 没有实质 当然 从一佛国至另外一佛国 怎么会有差别呢 也就是说 我无垢光女 也如同幻化 因为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我也是幻化 幻化的话 有什么男女的差别呢 我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幻化 没有差别 不但我没有差别 一切诸法 也都是幻化 因为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都是梦幻泡影 都是幻化 所以 这个经典 说的义理很深很深 需要用心去揣摩 用心去思维其深刻的义理 不可等闲适之 摄利弗又问 你既然对于诸法 见无有差别 那么你怎么样来成就众生呢 无够女回答说 尊者摄利弗啊 如果对于诸法 见差别者 则不能成就众生啊 因为见诸法都有各种各样的差别 那众生就是众生佛就是佛 那怎么来成就众生呢 应该是对于诸法不见差别 这样才一定能够成就众生 因为众生啊 都是掉在这个差别项里边 指甲为真 所以必须先给众生讲平等法 没有差别的法 没有差别的法 这样才能够度众生 就像《金刚经》所说 凡所有相皆属虚妄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就用这个法度众生 《金经》说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用的就是这个法 为什么一切法平等呢 因为一切法都如幻化 没有真实 所以平等 是DM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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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M